今年8月初 案中嫌犯和其妻子向施警報案 聲稱被香港一家科技公司的兩名股東 有需投資虛擬貨幣受騙 施警調查後懷疑嫌犯和案件有關 案情顯示 嫌犯和一名姓流的香港居民合作 今年1月至6月 先後多次在深厚岸區一個團體的活動場地 舉辦多場電子競技講解會 並招攬與會者投資香港一家科技公司 所開拓的虛擬貨幣貨幣業務 兩次的回報 就吸引他們繼續投資資金下去 施警說有理由相信嚴犯 在明知無法支付所謂高回報的情況下 仍然誤導投資者作出投資 以控告嚴犯相當巨額詐騙罪 而交檢察院徵辦 施警已經完成當中46名投資者的詢問工作 有43人明確表示 要追求作案者的刑事責任 大部分投資者表示不清楚有關虛擬貨幣擴務的內容 只是基於嚴犯在港座莊不斷吹噓 以及對港座場地所屬的團體的信任 所以參與投資 71名投資者年齡介乎22至63歲 投資金額由1萬元至180萬元不等 第二次讓我來見到 第一次讓我來見到 設定的方便 是 一級可派的 你的火星 可以在那一旦 還是 以下 決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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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鬥